出门旅游 住旅馆 当然想要好好利用一下饭店的设施 而一般旅馆规定的投诉时间 大部分是下午三点钟入住 隔天中午退房 但是有消费者投诉说 部分饭店的入住时间定在傍晚六点钟 又要求第二天上午十点就要退房 计算下来只有十六个小时 而消息会的抽查也发现 有超过三成的旅馆 住宿时间的确不到二十个钟头 甚至在旅客延迟退房的时候 不主动通知就直接加假 出门旅行入住饭店的时间 通常都是下午三点 到隔天中午退房 大約有二十小时的住宿时间 不过消息会接获民众投诉 很多饭店入住时间很晚 又要求在隔天早上十点退房 对民众来说很不方便 消息会抽查发现 市面上有超过三成饭店 住宿时间都不到二十小时 三这样一个比例 花了这个一天的住宿费用 可是他实际能够使用的住宿时间 却被压缩了 其中调查结果明年住宿时间 最短的就是会在台中 谷关的伊豆日式露天温泉会馆 网站上就标明 假日入住时间是下午六点 隔天十点就得退房 不过求证业者 业者表示会是当天住房情况弹性调整 小继会调查也发现 还有部分饭店 消费者一旦延迟退房 就会加价 不再另行通知 认为可能引起消费纠纷 不过目前没有相关法规可以限制 呼吁消费者入住之前 先问清楚确保自身的权益 记者需要您今天才报道